大家好,欢迎来到《讲心情》节目,我是Lily 吴梁欣先生是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中国问题专家 今天我们请吴梁欣先生讲讲今天的特发新闻 今天就是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 我们看一下现在68岁就是壮年的时候 什么原因会突然间这样 大家都可能听过我以前讲的 共产党最喜欢黑箱操作 就是什么都保密的 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社会 譬如我住在德国那里 如果有一个 譬如说前德国总理 那个女总理默克尔 如果她突然间身体不好,病重,进医院 那报纸都会登的 是吧? 是啊 全总理进了医院 怀疑心脏有毛病,肝有毛病 就是完全是没有秘密的 但是在中国大陆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什么都是国家机密 什么都是黑箱操作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共产党有很多是不可告人之事 他们是坏事告尽的一个群体 所以等于这些黑邦一样 黑邦内部的事情都是保密的 应该是真相 没错 所以你问我 譬如说是什么原因 我当然也不知道的 因为他们保密都很厉害的 是吧? 我也没有一个 譬如说李强 现在那个李强或者习近平 又不是我的朋友 他们肯定知道真相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说 什么都有可能 有可能他是真的心臟病 也都有可能 他是被人 人家被人 说得难听些 是杀了 是谋杀 都有可能 就是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 那我个人呢 傾向于最起码的原因 就是他受到很多打击 那大家知道一个人受到打击 就是心臟病出现 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虽然我们说他只有68岁 那68岁的人心臟病死呢 这个例子都非常多的 不少的 是吧? 所以当然呢 这个共产党的高官 包括现在退了来的高官 李克强 他们天天都有一大班医生跟着他 那些医疗保全是不得了的 是吧? 每天都检查的 每天检查身体 几次的 是吧? 是 是 所以呢 不过呢 也都不能够排除 心臟病的可能性 因为人是很复杂的 人是很复杂的 即使你天天检查 檢查都说没事没事 但是可能都会有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检查呢 只是检查这个心臟的那个 生理病变 有没有设断病变 那很多时候 人的心臟呢 你如果检查的时候 用超声波检查 用巴默等等 一切正常的 心臟跳动得又强又有力 是没事的 但是很可能呢 第二天这个人的心臟病 突爆發 死亡 这些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个人呢 傾向于什么呢 是他之所以这么早就死了 是因为受到很多打击 还有很多 他认为是被冤枉 就是他怎么被冤枉呢 他做总理的时候呢 他是很不得志的 就是习近平卡住他 什么都不让他说了事 就是他那个总理的位置 是有些被架空的 那为什么我说 我个人觉得呢 他和习近平的关系 最起码就是 他上台不到两三年 就已经出现了一个 非常大的矛盾了 两人之间 那最好的例子 证明他们是不合的 就是 习近平常一边吹 说我们 中国现在进入小康之家 我们全面出品 那其实呢 稍为了解中国大陆的人 都知道 中国还有很多穷人 你去那些大城市 看不到他们 你去到穷乡僻壤 是无数的穷人 那习近平大吹 全面脱贫 进入小康之家的时候呢 李克强突然间 在这个两会结束之后 一个记者招道会 前两三年 前两三年 他就 突然间 语出惊人 说 中国现在有六亿人 每月平均收入不到一千人民币 大家知道一千人民币 但是他说的是真话 他说的是真实 没错 是那个央视 就是租腰電視台 中央电视台 我们说笑叫租腰电视台 租腰電视台 他的网站 今天的網站仍然是 不是今天 現在是27號 現在仍然是27號 李克強死了那一天 在那個《租央電視台》的網站上 首先報導的都是關於習近平的 習近平總司機去視察什麼 習近平會見到誰的誰的 習近平講話什麼 全部都是放在頭條 很顯眼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不是很顯眼的地方 小小的一個新聞就說 前總理李克強因心臟病去了 說他去了上海治療 這個很奇怪的 其實他住在北京 北京的醫療水平應該不差 不差於上海的 而上海呢 又是江澤民那一派 江派人馬的大本營來的 以前呢 很多全年就說 這個中共內部分成三派 習派 團派 江派 那團派就是 李克強曾經是他們的主要人物之一 領導人物就是胡錦濤 本來呢 團派是 開始的時候 十年前是支持這個習近平的 但是後來呢 是不支持了 因為跟他的分歧太大 那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上一次開這個二十大的時候 共產黨 胡錦濤被他們強迫離場 這個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連共產黨內部都是史無前例的 共產黨就是這樣的 天下烏啊一陽黑 共產黨 就是我現在說來說去呢 我亦都不排除李克強是被人害死的 非常有害 是啊 真的很奇怪 那上海的天氣呢 按照現在就快震入冬天的了 比較冷 那他哪裡都不去 他不去一些溫暖的地方 去養生啊或者是度假 為什麼他偏偏跑到上海呢 上海現在很冷的嘛 是沒有這個理由常識的嘛 是不是呢 就是如果是要猜 因為我們只可以猜 他們是黑箱操作的嘛 如果猜的話呢 就是有可能是什麼呢 是李克強代表全派去上海 秘密跟江派商量 怎樣聯手整理你習近平 那有可能呢 他們這個秘密的陰謀啊 或者是在那裡計劃一個政變 或者暗殺習近平呢 可能呢 給習近平的人知道呢 習近平就先下手為銀 是 就先將你弄了 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為什麼對共產黨 真的是完全沒有信心啊 雖然我提過曾經以為 鄧小平真是想將中國搞好的 但是是大失所望的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經常都說天下烏黑 一陽黑 就是不是 就是共產黨你是中國的 是歐洲的共產黨 一陽黑 我一個個人的經歷 很得人害怕的 就是我在波蘭有一個好朋友 他的爸爸是前共產黨的高官 就是波蘭共產黨時代 他是做到部長級的人 也是一個非常所謂中心耿耿的黨員 他跟我說 他說有一次 就是他小時候 我這個朋友說他是小女兒的時候 他們那些小孩子很喜歡的那個叔叔 叔叔就是他爸爸的弟弟 他們覺得那個叔叔是很好人的 但是突然間那個叔叔離奇失蹤 人變了 小孩子問你去了哪裡 大人都不說 就說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為什麼 到他長大了後來呢 就過了大概可能10年了 就是這個共產黨全面跨台了 那麼他爸爸呢 就成了精神病的人 進了精神醫院 那麼他就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問他媽媽 媽媽就不敢說 到了媽媽臨終的時候呢 就和盤托出 是怎麼樣的事呢 是他爸爸在做黨員的時候 就是共產黨時代 黨委書記來找他 說喂 我們是很體重的 你可能是部長的人選來的 但是呢 你要做一件事 你表明你對黨的忠誠 忠心 忠心耿耿 要表明黨性高於人性 這個是共產黨的特點來的 大家要注意 那是什麼東西要他做呢 他說你弟弟是一個反黨分子 就是那個我朋友的叔叔 他不怕說共產黨 批評共產黨 所以他說要他爸爸去清除 這個反黨分子 所以後來他媽媽 臨終的時候告訴他 那個叔叔是他的父親殺了自己的親弟 很可怕 後來就給他做部長 是啊 共產黨什麼都做的 講這個例子 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所以李克強如果真是 秘密去和江派的人 在那裡計劃一個政變 把習近平逼下台 如果習近平知道 他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對付這件事的 因為對於習近平來說 他手上的權力就是他的命 你想把我手上的權力搶去 或者消滅 就等於消滅我的生命 對他來說 他是視權而命的人來的 所以這種人 當他狗急跳牆 他是什麼都敢做的 他如果覺得你是影響到他的權力 他是什麼都敢做的 是啊 很有可能的 如果威脅到他的皇冠 他什麼都可以 可能都做得出來 因為李克強和他的意見不一樣 這是肯定的 你想一下 剛才講的那個例子 比如說六億人每月不到一千人民幣 另外一個例子是什麼呢 李克強臨走最後一次正式講話 他向那些國務院那些報下道別的時候 他講一句是什麼 他說今天陽光燦爛明媚 陽光明媚 老人家說人在幹 天在看 基本上他沒有很多下文的 他當時講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的意思是說他很受冤枉 他很受冤枉 他是想將中國經濟搞好 但是習近平又不讓他放手去搞 所以最後他的意思是說 他講了還有一句說 蒼天有眼 通常中國古人或者中國老人家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意思是說 譬如說我被冤枉 我怎麼說 這個世上的人都不信我 周圍的人都不信我 但是我知道上天有眼 蒼天有眼 上天 上天其實中國人說的就是神 上天和神是一個同意詞來的經常 他意思是說 你們可能知道我是怎麼慘伐 但上天知道 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我原本很想將經濟搞好 但是習近平不讓我放手去搞 不讓我權力 他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百分之百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的矛盾 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嗯 是啊 因為習近平本身對他有意見 就算現在死了 都是打他的消息 就是給了一個很小的 一段很小的文字在那裡 大家好像都看不到 就是看到習近平的 所以這些很多細節方面都可以看到 還有中共他是不允許這個真相 不允許這個講真話的 但是李克強他講了真話 這麼多人這麼窮 中國這麼窮 習近平他就會去撒錢 去什麼大手筆 給那些非洲那些人 給了很多錢 但是中國的那些人就是沒有錢 講了真話 講真話 中共他怎樣永許 怎樣去容忍一個人去講真話呢 就是這個 就是很大的疑問 他講了真話就是要殺頭 特別是對很多那些講真話的 那些民魂人士殺了多少 是啊 是這樣的 就是你可以講真話 但是你不可以講一些影響我手上權力的真話 哈哈哈哈 是吧 就是講一些無關重要的真話 沒問題 你只要不要影響我共產黨的統治 你說影響我個人的權力 我的統治地位呢 就是這樣就肯定真話假話一樣要將你斬軟的 不過呢 在這裡呢 我有一點要提出 就是提醒所有的中國人 我們千萬不要寄望於某一個共產黨的日文 有些人可能想 哎呀 如果李克強取代了這個習近平 啊 那就真是平安大吉啦 那我們就會好很多啦 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共產黨的問題不僅是一個習近平的問題 因為習近平這種獨裁者的出現呢 都是因為共產黨的本質和共產黨的體制而造成的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千萬不要寄夢於某一個共產黨的頭 因為這個呢 可以說是中國人一個 七十三年來的一個悲劇 你想想 毛澤東殺了八千萬人 當很多他做的 完全是傷天害理的時候 大躍進啊 餓死人啊 文化大革命啊 造成無數的家庭 家破人亡啊 那很多人當時呢 就會說 哎呀 我們周總理就好了 如果周總理做第一把手 我們就沒事了 不對的 周恩來 如果他不壞 他就當不了共產黨的第二把手的 他的普世價值 肯定不是我們的普世價值 我們的普世價值是人權 自由 民主 是吧 周恩來也好 後來那個朱鎔基也好 後來那個溫家寶也好 三個呢 其實在那裏做戲 可以說 他們都是演做好人 那很重要的 這些是心理戰術來的 那可以安撫老百姓 個個寄望於這個好人周恩來 寄望於這個好人朱鎔基 寄望於好人溫家寶 現在有些人還想寄望於李克強 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們只會由期望跌到去失望 這個是中國近代史一個中國人的悲劇 一直重複著 由期望到失望 由出現新的期望 最後又失望 所以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訓 就是不要說希望了 不要對中共抱任何的希望 沒有任何的希望 是啊 有網友就說 李克強去世就好像一火核子武器一樣 炎子彈 對中國的經濟 中產和精英的階層 都會有大影響 帶來就是中國社會的全面崩潰 和大混亂的到來 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吳先生 就是看以後的發展 如果被發現 被證明 李克強是真的被害死的 那就肯定會出現的 但是我絕對不排除是什麼呢? 因為老百姓現在在中國大陸的不滿程度 是可以說自從鄧小平以來達到最高峰的 那個不滿程度 當老百姓不滿的時候 他們會需要一些特發事件 一些比較大的特發事件 來做一個可以說是藉口 來發洩他們的不滿 大家知道好像胡耀邦去世的時候 胡耀邦在湯池比較受到很多中國人的敬仰 印象好 他們就 中國人的當時 包括大學生 在這個人民英雄紀念 天安門那裡的集會 就像某些方向師傻 時偉舉出一葉牌子 鯉死的人不死 鯉鯉死的人人死了那一類的 就是會利用這些這樣的事情 來開始發洩他們的不滿 當然這次不排除 不排除 但是可能性可能不是這麼高 為什麼呢? 因為李克強所享受的聲譽 比不上胡耀邦 胡耀邦不管你在中國 老百姓適合是錯 老百姓對胡耀邦的印象是很好的 因為他是一個好人 因為他真的想慰問 請命 但是李克強可能沒有達到胡耀邦這種正面的印象 在民眾之中 所以那個反響可能沒有那麼大 但是有人可能會利用這件事來趁機發洩他們的不滿 如果共產黨要鎮壓 不滿情緒高漲的時候 就會出現新的動盪 這個是有可能的 是啊 真的很令人震驚 就是他忽然間他小 他是離退休不到8個月而已 就是他榮休啊 那些 退了你後8個月 是啊 68歲現在這個年代根本不算是老的 是吧? 是啊 尤其是那些中共的高官 包括那些退休的高官 經常有一班醫療隊跟著 另外呢 它最貴的手術 最貴的藥 它們一樣 全部國家支付 另外據我所知 很多那些退休的高官 這些元老 每年都會給那些醫療隊跟他們換血 很厲害的 將那些年輕人的血輸入他們的身體裡面 還有呢 換器官 換器官 那很多人… 那很厲害啊 是啊 幾乎所有那些元老 90歲以上那些 差不多個個都是換個肝臟 換個腎臟 有些甚至是換個心臟 那個主要的來源呢 就是被關押的法輪功人 真是很害怕的 據我所知 我們人權組織知道的 法輪功被關押的那些人 年輕的 還有健康力壯的那些人呢 是最多失蹤的 失蹤人裡面大多數是 年輕力壯的法輪功人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它可能你去查的時候 它說它是自殺死了 它是心臟病死了 那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年輕人這麼多呢 其實因為它們要的是最好質量的內臟 器官 是這樣的原因 那其中一部分的器官呢 就是 就是放進去那些所謂革命元老裡面了 當然呢 更多的是賣給那些有錢的人 這個世界是到處都缺乏器官的嘛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是供不應求的市場 所以共產黨是真是殺人無數的 一個禽獸不如的一個團體 大家真是不要有任何幻想 是啊 這些事情是很恐怖的 突然間失蹤一個年輕人或者是法輪功學員 這樣就是被殺了 被娶了器官 這個是這個星球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是啊 現在就是 這句話是出自我一個朋友 給我一個名字叫做大偉馬塔斯 David Matas 他是一個出生於猶太人 是在猶太家庭出生的 後來就去了加拿大 第二次大政的時候 他父母逃難去了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成長的 那是加拿大是一個非常有 就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權律師 很多人是被覆的 是你的朋友 是我的好朋友 是 他剛剛今年滿了80歲 非常非常了不起 他為了這個活摘器官 所以說他和一個拍檔 David Kuegel 兩個David 首先在這個世界 對有沒有活摘器官這件事進行調查 他查出來的答案就是 不單單是有 而且是非常大量的 從2000年開始 一路在中國大陸進行的 從2005年到2015年這10年裏面 每年的活摘器官 每年的器官移植 而器官是來歷不明的 大概有6萬到10萬 每年6萬到10萬 很龐大的數字 非常龐大的數字 非常龐大的數字 很多人害怕 它這麼龐大的數字 它肯定是有一個很龐大的一個 就是那個器官庫 沒錯 那個仁康夫 是啊 沒錯 他們是這樣的 所有的法輪功 也有一部分是維吾爾族 或者是西藏人都有 最90%是法輪功學員 他們一被他們抓了 拉了去監獄裏面 或者是去奴教裏面 他們第一樣會做的事情 你可以在中央電視台看到他們宣傳 他們說 我們黨和政府很關懷 很關心老百姓 所以我們為他們 雖然他們法輪功學員犯了大錯 但是我們為了他們的健康進行健康調查 你可以看到醫生和他們檢驗這裡 其實不是檢驗他們的健康情況 不是為了他們 不是為了那些法輪功人的健康著想 而是為了準備一個活摘器官 大家要知道 當你做器官移植的時候 你的血型要匹配的 還有你那個叫什麼 issue structure 就是軟體 人生裡面的軟體結構要符合 很多很複雜的 就是不可以隨便拿一個器官 就可以放在另一個人身上 一定要匹配才行的 他們是做這些事情 所以所有悲觀的人 經過所謂健康檢查之後 他們掌握了這些人的血型 還有這些內臟結構 全部就會儲存在一個巨大的數字枯裡面 當有一個人 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願意花20萬美金去換一個肝 他立刻在電腦裡一看 某某某被關的一個某某法輪功的人 他的肝臟是非常匹配的 這個人就會在監獄或者在農教所裡面離奇失蹤 有人進來將他拉出去之後 再能聽到他的聲音 他的家庭問什麼時候他們都說不知道 或者他們說他是自殺身亡 或者是心臟病身亡 所以大家真的要明白 就是在監獄那裡失蹤的 就是在監獄那裡被拉出去之後 這個人就消失了 就不知道去到哪裡了 沒錯 這些啊 這個我講回來 這個David Maider 真的很偉大的 他不是法輪功人的啊 他是一個猶太教的教徒 很虔誠的教徒 但是他完全是為了正義 為了人權 而做這件事 沒有人給他錢的 全部是義務的 義務奉獻的 很了不起的 嗯 是 這個世界都是好人都很多 如果不是這個世界就已經早就沒有了 是啊 因為中國古人有一句說我是很相信的 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人人仲得國泰民安 人仲得天災人禍 應該先講那個負面啊 就是人不仲得 如果很多人都不重視道德呢 那天災人禍就會接董而來的了 但是如果人人都仲得的話呢 就是國泰民安 所以大家看到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七十幾年來 是道德敗壞 不是中國人的 特別是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 道德很敗壞的一個政黨 為了手上的權力 它可以說謊 它可以殺人 甚至大規模的殺人 它要求中國人黨性高於人性 尤其是黨員 大家知道中國大陸有九千萬黨員 其實非黨員你是團員 你是少先隊一樣要黨性高於人性 當一個人黨性高於人性的時候 就是等於這個人越來越沒有人性 沒有人性的時候 你殺一個人 你認為你沒有殺到人 你殺了一個階級敵人 殺了一個美帝國主義的幫兇 殺了一個什麼什麼 一個反黨分子 好像說反黨分子 反動派那些就不是人來的 這些就是叫做 黨性高於人性的一個後果 所以大家真的千萬不要有任何幻想 這個共產黨是殺人無數的一個 我其實都不想說它是一個政黨 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的政黨 是一個殺人無數的犯罪團體 是啊 以前那個主席劉少奇都被殺了 這樣這個 是啊 這個 那些人是黨選高於人性的 那些殺劉少奇 害死劉少奇的那些人 曾經跟劉少奇說他們是劉少奇的中心耿耿的部下 中心耿耿的黨員同志 是啊 完全是沒有人性的 他們將那些人變成禽獸不如的懷孕 這些是共產黨73年來的封攻遺跡 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為什麼現在中國會多災多難呢 因為人不中德 天災人禍 這個是一種非常非常高水平的哲理來的 你不可能 現在的科學家可能看不出那個原因是什麼 但是 是這樣的 當人的道德非常敗壞的時候 天災人禍就會來 古希臘 古希臘曾經是一個輝煌的文化 但是古希臘後期道德敗壞 非常敗壞 比如說這個兒童性侵犯是普遍現象 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特大規模的天災 整個古希臘文化被毀滅 今天的希臘人 當時的古希臘人沒有任何關係 是後來的移民去到那個地方 又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文化 新的社會 但是古希臘已經消失了 就是因為他當時也做到一個 人不中德 天災人禍的事 這些是一個天理來的 當人掌握了很多技術 包括古希臘也是的 他們的文化很發達 但是後來道德敗壞就不行了 今天這個世界一樣 我們知道 尤其是中國大陸 我們掌握了很多技術 很多高薪技術 當人掌握的技術越多 而同時道德沒有跟上去 而是道德甚至是向下滑 就是那個道德水平和技術水平的距離 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會出現天災日禍 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我提醒大家 其實我說這句話就是希望 我們能夠跟絕天災日禍 要跟絕天災日禍 就要全民道德回升 要全民道德回升 我們就不可以有一個共產黨 因為這個共產黨是最敗壞中國的文化 文化就是道德的載體 一個好的文化 會讓這個文化裡面的人 有很好的很高尚的道德 一個敗壞的文化 被共產黨整壞了的中國文化 用黨文化去取代中國的非常偉大的傳統文化 這個就是將中國人的道德徹底敗壞 所以我會講出這句話 就是希望大家由自己做起 大家做好人 道德回升 那中國就有希望 是 那不相信還有沒有要補充呢 我想差不多了 我最後這一句話 希望大家觀眾都記住 我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 我是一個非常重視人性、道德等方面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是關聯的 我們不可以 包括政治上發生的很多事情 是跟每一個人的道德 人的人性、天性是有關係的 當我們的人性、天性敗壞的時候 道德敗壞的時候 就會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古人說的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是真話來的 所以現在我們周圍在中國大陸 在共產黨出現很多奇奇怪怪的妖孽 那些人妖 是證明了國之將亡 這個國不是中國 不是中國 中國不會妄 中國的文化是很偉大的 很有生命力的 一定會繼續活下去 但是這個國是說 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定將亡 因為大陸已經出現 到處都出現妖言 人要做多少 中共殺人無數 中共殺人無數 不管是老百姓還是那些主席啊 甚至總理啊 都是可以真的殺人 今天是你 今天你是共產黨的得益人 明天你可能是共產黨的街下巢 或者明天是被他殺害的人 是啊 而且他們 中共殺人是非常隱蔽的 好像殺那個主席劉少奇的時候 明明就是迫害死的嘛 有病又跟他醫治 有急病又不跟他救什麼都不跟他 甚至衣服都不給他穿 就是這樣 逼死的 逼死的就說是自然死的 他自己病死的 他這麼說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香港人 真的都要覺醒 不過我想很多香港人現在都明白真相 尤其是這個反送中和國安法 這段時期 可以說是共產黨將他們的醜惡面目 暴露無遺 我們很多人 我希望很多人 將以前對共產黨的一些幻想 即使是很小的幻想 不要再有 要面對現實 共產黨是無人性的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 多謝吳欣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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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